她是香港知名天后身嫁过亿,最后选择了平凡男友嫁给爱情。如今, 提起香港的天后有很多人,然而在歌唱界,真正带给我们耳目一新的杨谦华算是一个。 说起杨谦华的歌,不仅让人想起到她的作词人,也就是香港非常知名的音乐人林希,对于林希来讲,给杨谦华写了很多非常棒的歌曲。 然而林希也曾经在公开场合说,她喜欢把最棒的歌都留给杨谦华,让人觉得耳熟能详的莫过于歌曲《再见二定幕》,只有杨谦华才能唱出林希今中的所见所想。 在乐坛中混得风生水起的杨谦华,在演艺圈中也是非常给力的,之前就曾经拍摄过要很多人看住情怀满满的志明与春桥。 在剧中她的独特造型,包括和余文乐的经典对白也是感染了那个时代的人,相信只有经历过沧桑和岁月魔力的人,才能绽放出属于她自己惊人的演技。 而就是香港无论是影坛还是乐坛,都身有造诣的大才女和大美女,在自己的情感路上,确实有些不顺。 要说之前她的绯闻最多的就是来源于两大天王,一个就是天王陈奕迅,另外一个就是郑忠基,要说陈奕迅本人来讲自从她跟徐豪颖结婚之后,谣言不攻自破,而对于郑忠基本身来讲,在圈内人眼中,她就是个花心萝卜,杨谦华,最后还是没有跟她走在一起,而是选择了一个普通人。 那就是最后真正能走到一起的一个叫做的年轻丁子高,据说她属于普通在香港生活的打工仔,当幸福真正敲门的时候,两个人也宣布结婚生子,虽说杨谦华,在结婚之后邀请男友入住自己的千万豪宅, 可是丁子高还是觉得住住自己的小民宿,还是非常不错的,目前为止,他们还是三口之家,居住在自己的小公寓,过得也是非常的幸福。 为什么特别人的人行吗? 为什么他们的 novo费者,但和娶者也不同的状态。 何老 Turkey 怎么一个人人平均都有知道了。 对声その人来丁子高,听说有人什么人 puedo負荡ес? 或者妈妈妈然后其他算是一只是 gusta这个问题, 但她不露击,但是 wiadomo。 谢谢观看